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其實人真的很怪 多數男生喜歡高大 有些喜歡肥大 有些喜歡小小 什麼都有的 真是瘋狂肥 但是 有些我真的接受不到 連看都不行 譬如說一九幾 就算是很fit 一九幾你都可以 叫你想像蕭錦一樣 一九幾和很fit 一九幾 你高的都是難 真的不太好看的 兩米的女生 我當你比例很fit 都是很古怪的 是吧 好了這件事 真的無辜 我在看的時候 我可以想像 其實現在網上 很多人 我們看到很多朋友 我不認識他們 可能他們很famous 在那個界面裏面 Facebook也有 YouTube也有 就是拍那些短劇 即是五六分鐘 七八分鐘 但是真的要時間 如果不是我都很想拍那些短劇 因為我一看見 譬如這宗案 我已經馬上有鏡頭 怎樣擺 我想 十多組 我可以拍交代到的 都要好看 用對白交代 簡單一點 這宗案件發生在1983年3月 距今是41年 在牛池灣 如果跟他這樣說 真的要很長時間 他一開到第一個鏡頭 就是在順天村 一個貨車停車場 的茶檔 有一班司機 一度喝下午茶 一度在吹水 大家有畫面 其中一個叫做雞蟲 的司機 哇 你們的蟲蟲真的好冷靜 今晚帶你們去 你們包你們說沒得頂 這些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特別在地鐵 有時候上海水回來的 那些車佬 都聽見很多的 好了 就是那些馬克佬 玩不玩 大庭講眾 在這裡講賽後報告 是吧 好了 有司機問 喂 雞蟲乾不乾淨啊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你可怕 種招物帶袋 種的都不用怕 紅屋仔打兩針 沒事 嘻嘻下下 一般我們在街上 社會運過都聽過 好了 故事裏面的主角 周柏雄呢 都在那個地盤裏面 靜靜地坐在旁邊 看報紙 喝茶 喝奶茶 沒有回答爹的 OK 因為他不是那些人 好了 周柏雄 43歲 他老婆阿蘭呢 辭家有道 都是賢車娘母來的 就和他生了一兒一女 大兒子阿榮 細女嘉麗 就是周嘉榮 周嘉麗 五十兒子十一歲 那女兒八歲 喂 真是一家四口 真是很幸福 好了 一家四口就靠一下 周柏雄 紅哥做火車司機衛生 操茶淡飯 在那個年代肯做的 即83年 發達 不到你分 但都落界融融 香港經濟剛剛向上 對於尋花問柳呢 周柏雄 結婚前他都沒有興趣的 結婚後更加不會做這些事情 當晚呢 雞蟲又興致勃勃 帶隊出發 周柏雄 雖然和他們都是老友來的 但是他都不好此道的 就當然回到家 他就是回去吃飯了 回到順天村 還未入屋 說一個女生已經大叫 爸爸爸爸這樣出來 當然就是那個女兒阿嘉麗 周柏雄呢 就甜在心頭 進到屋裡 什麼東西 就是你買好飯菜 也都有他最喜歡吃的豬肉筍 好了 阿蘭呢 這個溫馨家庭呢 就令人厭倩不宜 但是半個月之後就劇面了 所以阿蘭是很記得那個日子 因為那天呢 就是3月30號 即是 剛才我說他回去吃飯之後大約是兩個星期 為什麼這麼記得呢 因為那天是學校節的復活節假期 阿紅呢 就不用開工 有些 但是見到他有些心事 那樣子 他呢 吃完下午飯之後呢 阿周柏雄呢 就說要帶對子女出去玩 然後 tinha兩個聖書 因為他弟子 那裡有節せて 好車子 一位主席 Detroit 是形容李 文房子 那樣子 他呀 那是 那樣子 最好 而這種 從來不是這樣的 他問老公 老公我說沒事 可能我累了 也發覺他飲食習慣都變了 以前最喜歡吃豬肉醇 現在就不吃了 他以前最喜歡吃我的 現在又不吃了 最喜歡吃牛肉的現在又不吃 好了 他就想 是否做事那裡有問題呢 到了晚上 好了 九點 咦 三父女還未回來 三仔爺 他們本身吃飯是七點的 他們知道的 現在九點 為何還未回來呢 阿蘭的心裏便哭哭了 好了 走到一個腳步 他就走出去看看是否子女 都不是 到十點了 那時是1983年 就沒有那麼方便 沒有手機 為何還未回來呢 他於是乎開始打電話給親戚朋友 有沒有見到熊哥 有沒有見到小孩 打給媽媽 因為那時 又這樣說 遠親就不如近輪 又打給樓上樓下 十八座 還是怎樣的 就是問 都是沒有 但是呢 真的沒有消息 因為實在太奇怪了 所以很多親戚朋友 都趕回家 即是趕來阿蘭 阿鴻哥他們家 就陪阿蘭 OK 好了 他們那時就說 喂 不是了 如果到了夜晚一點 還未有消息 他們未回來 一點 又未找人找到 都是報警 不要管是不是24小時 因為歷史的泰國不尋常 其實早些報警 都是會受理的 好了 終於到了夜晚三點多 OK 有人拍門了 一拍門 一出來 看到誰呢 大家猜猜 不是 是看到一個大兒子 阿榮 十一歲的大兒子 回來 但是 熊哥和嘉麗 就見不到 那親戚 阿蘭一看到兒子 就說 阿榮 你爸爸和我妹妹在哪 阿榮 只會摸上頭 說 媽媽很肚 什麼事 為什麼流這麼多血 他一摸到阿榮 他一摸到頭上 整首的血 有些血已經凝固了 頭髮上面 即是流了一段時間 OK 接著 阿榮 就說 媽媽 爸爸 和我妹妹 不是死了 大家放心 他都說不到 就暈了 好了 一見到這個情況 不知道什麼情形 那 整頭血 就馬上 他們的親戚 就馬上 帶了十一歲的阿榮 就去聯合醫院 急診室裏面 當然有警員落案 亦都因為急診室那裏 因為那小子 這樣那個頭 那 立刻通知 喂 就是 官堂經署 喂 有這樣的事情 於是 警署又派人來 看看什麼事 那阿榮 醫生看過 就沒有什麼大癌 但是因為 就是止了血 跟他亂了針 但是因為 怕他路震盪 所以就要留院24次觀察 在病房裏面 警察來了 就是那些 雜警 就和他錄口供 喂 他說呢 阿榮就說 我都不知道 爸爸和我妹妹去哪 我還以為你回來了 這麼說 警察來說 你不要管他們 不要管他們 小朋友 小朋友 不要管你爸爸和妹妹 你怎麼受傷 我問 喂 阿榮 11歲的阿榮 暗了眼 不知道是不是太累 還是害怕 十分鐘之後 十分鐘 十分鐘 很久 他就終於說 那 可能他在整理 因為小朋友說話 不是很漂亮 層次 整理了一個絲碎 他說 這是阿榮的自白 他說 我們 出門口之後 爸爸帶我們去彩雲商場 買零食給我們吃 然後 阿妹說 要買個大公仔 不走 我們都沒有辦法 後來爸爸說 你還要去街 我們帶著公仔 不方便 明天才買給你 阿妹才肯走 因為爸爸都不騙我們 到了下午三點幾 爸爸提議去彩雲村對面 我看到德望江那裡捉麻將 雖然我和妹妹一隻麻將都捉不到 但都玩得很開心 那應該是德望江的空地 即是以前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香港還沒發展到這樣 高潮的時候 在市區常常都有些空泥地 我們看回一些片段 即是都看到的 他沒有建築物的時候 我們就用來踢球 他就用來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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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 我看到那三個男人 圍著我爸爸 好像有爭執感 我又拖著我妹妹 走到爸爸的道路 爸爸看到我們走過去 就很焦急 叫我們快點走 但我不能夠拋掉我爸爸 我和妹妹 繼續往前跑 那三個男人又向我們扔石頭 這個偶榮這樣說 我用身體保護著妹妹 都不知道中了幾個塊石頭 一塊石頭 打中我的頭 我就流血了 跑到草飯村的時候 我才發覺和妹妹失散了 當時我很累 看到路邊的貨車 我怕那些人追上來 就走上車去躲 然後又睡著了 起身的時候 就煎黑了 我覺得頭暈 就要回家了 免得媽媽掛著 我還叫爸爸和妹妹回家 我回家的時候 頂不順暈了 醒來的時候 就在醫院了 這個呢 就是他講的故事 嗯 老爸 兩三個人 突然有人圍他老爸 於是他和妹妹 想去保護老爸 就是起碼一起 老爸叫他們走 他們繼續去老爸那裡 但在那位置 老爸那三個男人都扔石 有一個腫了頭 說頂不順 他拖著妹妹 坐在雲川那邊走 誰知道失散了 然後很累 OK 走上車 這個是他 那個 那個 情形 嗯 但是呢 這個警察覺得 這麼奇怪 怎麼會有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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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倒別人肉粒了啊 是 尋仇有 PAUL 投招了男子 來之後 正在想通 的時候 電話的手就會到了 OK 三月三十一號 即是 firm Performance 三點鐘都在凌晨 六點鐘 有人說 在 Akpa Viktor 德望江 即是在柳榕港 那地方 那個空地裡 有兩個屍體 警察去到的時候 發現了 43歲周朴鴻 和他8歲的女兒 周嘉麗的屍體 兩個人頭部都有多處傷痕和瘀痕 法醫檢驗之後 女同頭部被多次衝擊 男死者頭部一處傷痕 但是不是致命傷 當然要去什麼 好了 根據奧榮的口供 根據現在有兩個人死了 是吧 警察就一定是 暫時把他們列為雙重兇殺案 而亦都24小時 找人保護住奧榮 證人和他媽媽的 但是呢 疑點也多了 喂 什麼事呢 我們聽說去到殺人 劫犯 如果劫匪 又不見他有什麼掙扎 找他那些三婦 他們都不會有什麼錢 如果劫匪又不需要殺那兩個婦女呢 如果 他要滅口 原來周鵬洪知道這些秘密的 那為什麼 他用石頭驅趕 阿榮 兩兄妹呢 要滅口就是滅了三個口 為什麼用石頭 走啊 別過來 阿榮 兩兄妹想走去老爸那裡 他覺得有點奇怪 阿榮說 他拖著阿妹走 走到彩雲村才發現 和阿妹失散了 但是現在命案現場呢 他老爸和阿妹是在一起的 不夠一米的 那 難道 那妹妹走回頭 去案發現場道 被人去殺 總而言之 又沒有儀私跡象 是為什麼呢 有些疑惑 如果尋仇 滅口 當然拿工具來 不會隨手撿石頭 沒有嘛 究竟是什麼事呢 好了 在這個時候呢 嚴師 法醫官的電話打來了 喂 男死者會裡面發 有大量烈性殺蟲藥 嗯 致死原因是中毒 咦 法醫 那你即是說 死者自願喝殺蟲水 還是被人強迫 或者灌飲呢 他說 阿Sir 死者面部肌肉 不緊張 甚至乎可以說 身體安詳 如果被迫飲呢 他就應該會有扭曲 或者有痛苦的表情 而且 呼吸道沒有殺蟲水 這個更重要 因為那個被迫飲裡面 其實就是灌飲 你可能食度和呼吸道 都會有多少殺蟲水 OK 呼吸道找不到 他又沒有嘔 因為如果被灌 他一定會反胃 他說 死者身上的衣物 也沒有沾上殺蟲水 如果是灌飲的話 你吐兩口出來 你一定會在這裡吐 這樣也會有衣物上面 所以 綜合上述的資料 他認為死者 是自己喝殺蟲水 即是熊哥 警察就問法醫 那個女童是否自殺 女童就不是了 他胃裡面 完全沒有殺蟲水 致命在頭部 被阿脈多次重擊 爐頂骨破裂 向內塌陷 腦部嚴重受損死 好了 這些發現 令警察又有另外一些迷亂 如果死者自殺 那装殺蟲水的器皿 是不是還在現場 或者附近 最多去 那兩次 那些拋 推圓球 飛碟 你也有限 他們再去找 OK 結果 他果然 大約在三兩十米 的草叢 那就合理了 你是三兩十米 可以 就發現了一個 空的 液體殺蟲水 瓶 發現了 殺蟲水瓶 裡面的殺蟲水 就是和 洪哥 胃裡面的殺蟲水一樣 在殺蟲水瓶裡面 外面也套到死者的子民 OK 接著追查 殺蟲水中裡面 貼了一個在彩雲商場 一間生貨店 的標籤 那 發現了 原來幾天前 那間生貨店的老闆 也認得是街坊 這個男人是來買街坊 買一張殺蟲水 好了 去到這裏 就開始懷疑了 最難懷疑的就是 11歲的歐榮 難道他講謊 那些東西隔不下去 他會去口供 但是 11歲而已 他憑什麼要說謊 難道他有份參與 這一宗殺人案 好了 為什麼這樣做呢 當然 偶榮之前果然是有苦衷 但是 警察真的要問他 那麼多證據的時候 終於 整件事 就清楚了 這個也是第一身最述的 阿榮 他說 當日 我們三個人來家的時候 看到爸爸手上拿著一件東西 我問爸爸那些是什麼 爸爸沒有回答我 跟著我在彩雲村一間快餐店吃東西的時候 爸爸突然跟我們說 不想我們受苦 所以才這樣做 叫我們不要怪他 我都不知道爸爸說什麼 吃完東西之後 我就離開彩雲商場 去到清水灣道 到達這個 德望江 我問爸爸 這裡都沒有什麼好玩的 走吧 爸爸說 這裡是沒有什麼好玩的 但是勝財夠正 你們不喜歡聽故事嗎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 這樣 好了 於是乎 我和妹妹一起 和爸爸 坐在地上 等他講故事 那個故事 我都不是很明白 那時候我都不是很明白 那時候 現在再講你口供的時候 可能明白那些 爸爸說 有一個人 從前有一個人 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一個子女和他的命根 但是 他老婆做了對他不住的事 爸爸說 那個人很怕他的子女 他日後會被人虐待 於是乎 他想著 同對子女 一起同歸於盡 令到那個女人 忠心內疚 我覺得那個故事 都不知道說什麼 於是乎 我和妹妹說要回家 就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間 覺得頭頂 被人凸了幾下 我有些暈 我那個頭 就看到爸爸手上面 拿著石 妹妹 妹妹拉著爸爸的對腳 爸爸 媽媽 哥哥沒有做錯事 你幹嘛打他 爸爸和妹妹說 你們要原諒爸爸 如果不是你們媽媽 做對不起我的事 我都不會這樣做 這個是阿榮 我請爸爸停的手 就是這樣 向外狂奔 走到窄山道 路邊有部火車 我爬上了車頭 但不知道是不是失勸 很快就睡著了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天他要閉上眼 十分鐘才回答 他要重組那個故事 而重組那個故事的原因 其實大家猜到 他可能亦想保護他爸爸 如果不是爸爸殺人 當我睡醒的時候 就已經天黑了 我打算回德望江 找回妹妹和爸爸 大家都很黑 我走過幾步 頭又很痛 就決定回家找媽媽 然後一起去找他們 回到家就受不了 到醫院醒了之後 知道爸爸和妹妹沒有回家 有一個探連問我原因 我為了保護爸爸 就作故事 聽完阿榮的口供 咦 這個死者周炮雄多次說 他老婆做對不起他的事 那麼他呢 警察當然找他老婆阿蘭 去問話 他說 沒有啊 我一家覺得很好 他說十幾天之前 阿榮和之前不同 我問過他 但是沒有回答 只是很討厭我 我問他 追問他 他就說 你做了什麼 你心知肚明的 我說不知 他坦白說他又不肯 那麼 警察呢 在阿蘭口中島的資料 拿來拿去 就是只有這麼多 好了 那麼 唯有繼續去做事 繼續去找 那麼 一個夥記呢 就在周伯雄的銀包裡面 就找到 紅哥 銀包裡面 有一個 報紙剪下來的廣告仔 現在的人 就不知道 以前我們會剪一些 分類小港多層人 上面的人名 電話和地址 打去查 咦 一家中醫診所 醫什麼 醫性病 嗯 嗯 好了 黃定邦 就是這個 黃Sir 就 派警人 去問這個 中醫 喂 阿醫師 這個照片 周鵬有沒有來看病 啊 他 兩個禮拜前來看病 他說有性病 他叫我跟他醫療 啊 啊 那麼 我跟他檢查完之後 他果然 哎 打了東西 啊 我還跟他說 叫雞不記得戴到啊 啊 戒口呢 他發的東西就不好吃了 什麼餓啊 筍啊 蛋啊 就不好吃了 啊 好了 中醫跟警察說 周鵬聽完他講之後呢 面色很難看 離開中醫院之後呢 警察派另外派女探員 去問阿蘭一些事情 好了 女探員問阿蘭 阿蘭 並沒有患性病 而且呢 最近兩個星期 他都沒有跟老公走過 不過他也沒有吃過 他一向喜歡吃的豬肉筍 就是那些筍啊 是豬肉筍啊 有保釋的 知法的東西 那麼 警察就想 早就去性病 又看了醫生 都不用死啊 更加不用 把兩個小孩 那於是乎呢 那於是乎呢 我當然要問問他們 什麼的啦 找到他的同事 去到順天村的茶廣 整班同事把他雞蟲 開幕的時候呢 就在炭食中的老友基 阿洪哥死 如果你們兩個雞都沒有叫過 如果你們兩個這樣就死了 連茫茫都不收去啦 又是在吹水 但是警察呢 聽見他們這樣說 那些網友呢 他就問阿雞蟲 問他們 喂 雞都不叫 那那個 剛才那個中醫師說 他玩了性病啊 但是雞都不叫啊 那何來有性病呢 阿蘭又沒有性病 於是乎呢 警察呢 找回法醫 法醫當然 真的 了解啦 這些情形 喂 死者周 周馬虹有沒有性病啊 他說 性病 沒有啊 他說什麼是性病的 他只是 條賓州 附近有這些發炎的嘛 他說 皮膚發炎 是發炎的嘛 那皮膚發炎和性病的症 是什麼症 病症 像不像 如果你不去特別發炎 其實一模一樣 那會有點癢 奔州發炎的嘛 有點洪湧的嘛 那時候一想呢 警察就知道了 周柏雄 你是不是懷疑自己幻想性病 他沒有出去叫雞 那一定是老婆給他 他老婆 對他不住 想起一邊 好了 那他人是比較內向內斂 所以老婆問什麼事 如果那時候說 你對我不住 老婆 神經病啊 其實都可能會爭取了一個事實道理出來 你說你性病嗎 你看清楚我性病都可能 但是他說 你甚至是逃命 就是那種人 好了 他說 如果他這樣說 適合得不忠 就看醫生 他就是有看醫生 醫生說有性病 好了 這樣不是 他就立刻去查 這個很容易找到油麻地的醫生 原來這個中醫 是臭命遠駁 神祖都是 黃綠來的 沒有病 說有病 小病說大病 就專門是這樣 就為了騙錢 那他呢 說白鴻有性病 可能是 看錯 嚴錯症 也都可能是免財 你性病的 你會看四次 看十次 每次五百元 就是那時候按按按計 你會看 這件事 並不離奇 但是也都因為一個 黃綠醫生 免財 喂 周柏雄 和八歲的周家玲 就這樣就沒有了 而阿榮 1983年11歲 就是說他現在 應該在世了 就54歲 你說他和他媽媽阿蘭 你會看 所以你說 你說 我想這個中醫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後悔 他也是在念財 他沒有想過會這樣 但是原來這個世間上的事情 就是這樣的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很冤 你不是要踏中 那些性格的人 就算真的 喂 你給我們就不說話 你不是性病 就要驗清楚 就算真的老婆惹給你 你都沒有理由去 罵自己的小孩 還要自己喝殺蟲水 是不是 真的註情大錯 這個 所以大家記住 OK 不要出去玩 就是安全的 嗯 真的出去玩 就帶安全泡 真的不free 那怎樣 那你想就 我就廢話說 大家自己想吧 OK 好 明天再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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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